他是烏克蘭東正教大幕守 鏡頭的那一端 是我外交部長 吳釗蟹 這個月10號 吳釗蟹透過視訊宣布 追給烏克蘭東正教會 120萬美元 就是要強調 台灣 can help 而為援助烏克蘭 台灣以募得約9.3億元的善款 及650噸的物資 這台人的善心 烏克蘭點滴心頭 總統澤倫斯基 也在開展白日後 首度在國際間的視訊會議上 被動給了台灣中部 外交途徑是事前化解衝突的重要手段 但爆發戰爭 其效果有限 我國也將持續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居民一心 向世人展現堅定自我捍衛的決心 只是澤倫斯基的三分多鐘中共卻也通篇為提台灣和大陸 烏克蘭跟中國大陸的戰略夥伴協定在2011年簽訂的時候 裡面就已經提到了會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只要澤倫斯基沒有說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我覺得我們就應該牽涉萬涉了 而不要自己無先的腦 覺得說好像澤倫斯基藉了這些話在挺台灣 以烏克蘭跟中國大陸最近的這些戰略合作的關係來講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外交國際上的Mega看來澤倫斯基小心拿捏 TVS新聞 柳國正軒漢柔台報道